新年 新年快乐 你们好 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好 新年好 看到他们三个 大概就能想到 我高中的时候长得是有多帅的 你高中时候就长这样吗 当然了 TF Voice 跟我还是有点渊源的 有什么关系啊 我曾经也是TF Voice 这个组合的成员 我没听说你们组合有大叔啊 什么意思 他们是TF Voice 我是那个S 你是S TF Voice 就是我 加上你得叫TF Man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好不好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TF Voice 欢迎 欢迎 今天我们在每个时段 都有个开门送集的环节 但是在这里我临时决定 这一组嘉宾 我们按照微博粉丝的数量 来增加难度好不好 好 来 你就是最难的一个 那必须是最难的了 送什么样的集呢 你们用书法的方式 送上你们的新年小计划 好不好 来 真是有难度 好 这个案条后面 关键是要写毛笔字 对他们来说没有难度 因为我知道其实三只写字都非常好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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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俊凯 黄元 千玺 各用一个字来概括一下新年小目标 看看你们都会写什么 好 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小目标 好 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小目标 不错 不错 你速度最快的 这队长你犹豫啥呢 我还在想 要写什么 目标太多了 一个字不好 该错 好的 我们这个直播可能要延时大概十分钟 因为我们的队长还没有写完 我以为你要写个九字 笑一跳 好 好 先从俊凯这边来看吧 好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俊凯写的是一个圆字 能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写圆吗 为什么 因为希望2017年大家都团 大家都团团圆圆的 然后2017年工作也顺利 大家都心情能够团圆 家人也能够团圆 这个不错 一切都圆满 是吧 对 我觉得对于俊凯路说2016年真的挺圆满的 除了唱歌之外呢 他还开辟了一个自己的新领域 在事业上有新的突破 我们刚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长城》当中看到的 我觉得精彩表现 非常棒 所以我觉得 我能不能现场考验一下俊凯的演技 那必须得考他 好不好 演技 我觉得就拿一首歌来吧 《青春修炼手册》 简单的用各种不同的情绪来表达这首歌 来 请上前 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首歌 可不可以 好吧 首先 来一个难点的 难点的 中大奖了 中大奖 好 嗯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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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个难点的 碰见了心中的偶像 对 偶像 刘德华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冲我 唱的小心翼翼的 我发现俊凯不论是中奖了 还是被老师批评了 还是见到偶像了 都是同样的感觉 都是 总之 因为见到偶像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就是很激动 但是又很紧张的 不想 想给偶像最好的一面 马上化身小粉丝的状态 见到老师批评就是 心情就很沮丧 就是这种悲伤的感觉 有小的情绪变化在里面 好 看到了什么灵异事件 灵异事件 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 左手慢动作成功 你就是那个灵异事件 我觉得接下来2017年 俊凯的新年会更加的精彩 在电影当中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塑造 各种不同的角色和造型了 带你新的表现 新的角色 加油 接下来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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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你却好像 看外形象 我犯错犯傻的模样 我不完美的 我不完美的我 你陪着我想 不完美的 勇气你说更勇敢 不完美的泪 你上着擦干 不完美的歌 你都没唱 不完美的我 你总当做宝贝 你给我的爱 也许不完美 全世界在催着我长大 你却总能捧我在手掌 为我遮挡 未知更大些风浪 当我努力做个 完美的小孩 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你却不想 你的愿望 怕增添我肩上重量 我不完美的梦 你陪着我想 不完美的 勇气你说更勇敢 不完美的歌 你都会唱 我不完美 其实你却放在心上 就 你给我的爱 也许不完美 却在意你